在簡報16頁來跟老師分享一下一些互動工具 首先當然 上課要比較刺激一點 絕對要有這個對不對 要抽人嘛 不然 遠距的 都沒辦法 有沒有 過年要到了這個也可以拿來用 這個我很常用嘛 陳雲章 這個他可以把名字唸出來 但是呢我現在發現 如果在Google口號上用他會唸月語 但是如果你在Firefox上用他唸的就是國語 以前在Google口號上不會這樣但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可以選擇要不要移除 移除就是下次 就是 這一次打開不會再抽到 這樣子 有沒有 那 這個比較好玩就是 你老師可以發現 中間的Logo可不可以換 有沒有發現我這是名傳的 那 這些顏色可不可以改 可以 你覺得聲音可不可以改 都可以 對 對 來你看 你可以直接複製一下 你看我按下去 他其實完整的功能就在上面 你可以 把這個儲存起來 我怎麼樣 下次可以重新拿出來用 你可以客製化在這邊 而且呢 這些 名單 老師如果你是用Excel 可不可以直接就貼進來 可以的 而且不是只有文字喔 可不可以放圖片 也可以 所以 這個都OK 那你看 我們在這邊 假設我添加的圖案好了 好 來我就來找 剛剛 跟校長的合照 你家 你看 你看 我們兩個有沒有進來了 有去背就是這個好處 後面就很漂亮 有沒有 對嘛 所以 圖片你可以看你要放幾張 都OK 那如果老師需要打亂就按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打亂了 重新洗白一次有沒有 那如果是分類就是按照 那個英文或數字排序 但是他不認得中文喔 他不認得中文 所以如果你要按照分類 你會發現我跟校長絕對排第一名 因為 前面 都沒有 是這種 點證圖開頭的 OK 那 高級還可以做更多 你看 還可以改名字 還可以每個人設定不同顏色有沒有 所以這個會很多 OK我先 好取消 那我們來看剛剛抽出來的 有抽出一個的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有抽過了之後 他會把結果秀在這裡 楊玉文老師 好移除 沒關係 有沒有就在這裡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怎麼樣 會忘記嘛 好我就可以在這邊去看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定制這裡 欸 這個聲音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啊 你不要用 這一種的 OK啊 你要怎麼樣 比較興奮一點的 我來看一下 有什麼比較 哪裡 因為他現在聲音好多 所以有時候我反而不知道 要找哪一個比較好 Funk 好你可以試聽看看 你就看看哪一個 你覺得比較OK 那你可以選擇 就是 旋轉的時間 就這個 轉動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旋轉結束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唸出名字 你如果不要那麼刺激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請大家 尖聲 尖叫 這樣現場 熱鬧一點 對不對 那 這也可以吧 對不對 那你看出現 有沒有發現 圖片可不可以換 可以啊 而且你可以上傳自己的 也可以用他內建的喔 有沒有他有一些內建的 那大中小還可以改 尺寸大中小 而且呢這個色系 你可以自己調整 好這個色系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 我想要用什麼樣的顏色 所以 通通都可以變 這樣子對我們來講 就很方便啊 你看我現在 改顏色的 看一下 換一個 套用主題 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 應該可以按 喔有有有有 好 所以 像這樣 好 確認 這邊沒有變 應該會變了 好 那如果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按分享 你可以選擇 別人可不可以複製他 那可以複製就像我剛剛一樣 我可以把那些名單就直接複製出來 好那如果你不能複製 他們就是只能轉 只能玩不能 再產生一個 好那你看我在這邊 好如果把分享出來 繼續 好 你就可以取得一個網址 這樣就好了 好那這種方式就是 你沒有註冊帳號 一樣都可以用喔 一樣都可以用喔 所以還蠻好玩的 那 這個呢 如果 你有 登錄Google帳號 或Twitter帳號 他就可以把這個設定儲存在雲端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重複的來使用 不用每次都要重做一個 這樣了解 好所以你看 音樂 有了 剛剛我們是金聲尖叫嘛 這樣很有效果吧 所以這個小工具其實還蠻好用的喔 那 老師呢 可以抽人 也可以用在這個圖片上 出體也很好 到第16頁這邊再看一下 這個互動白板其實 平常如果老師在用 你可能都是用那個 Google Meet 裡面或者是 Google不是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GBO對不對 好就是那個 白板 那那個白板當然也不錯 可是呢 我比較喜歡這個白板是 因為他是無限大 跟我們剛剛買ViewBo一樣 他無限大那你要貼圖片貼網頁 貼這個 YouTube 影片 都可以 好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今天 有一個 圖片好了 假設我先抓一下 這個圖片我想要把它複製起來 我就可以在這邊 Ctrl加V 他就可以幫我貼上去了 有沒有這樣就上來了 對不對 那不夠大 滾螺 有沒有可以放大手腳 好這是一個 那我今天呢想要 跟老師分享一個網址 喔我在這個 我想要分享這個網址 來 分享出來 繼續 這個網址 那我就來這邊 直接貼上就好了 他會自動 有沒有把預覽的內容放進來 那我今天想要有一段影片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樣子去做討論 好 點進來 台地 看一下 好我要這個影片 OK來這邊 Ctrl加V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對不對 滾螺往後往後 有沒有感覺 老師的 白板寫不完 這個就在很大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打文字 而且呢 我可以怎麼樣 如果我們大家已經用完了 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完了 我就把它收在一起 我就把它收在一起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是還蠻喜歡的 當然他沒有全線的控制 就是說 所有同學都可以用 都可以改 都可以改別人的 所以呢 這個需要同學 心智比較成熟的 我相信老師應該知道 如果這個放給同學 一開始絕對是亂到底 有的人 動別人的 有的人刪別人的 對不對 但是 多用幾次 大家比較 那個新鮮感過了之後 我們就比較容易進入到 正式的討論之下 所以 這個白板呢 我覺得蠻不錯的 老師如果有興趣 您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另外一個互動的 我們常常會做倒數計時 有沒有 好像我剛剛都是這樣 同學 我們那個 比如說321 這樣子 或者是我們要進入討論的狀況 那我可能就會希望說 我們 有一個 時間 那如果說像這樣 10秒鐘 開始 開始 有沒有 這個其實應該有個聲音 這裡現在比較小聲 還有一個聲音 這樣 可以嗎 時間到 馬上抽人 有沒有 就是說 老師的工具越多 你是不是可以變化的東西 就比較多 因為 現在同學都很厲害 所謂的很厲害 是上網很厲害 他們接受到太多刺激 那 有些時候老師就是要 會變化一些工具 這樣子的話呢 你有比較多工具 他就覺得 老師你那時候 這邊 有些什麼 有一種 比較新奇的感覺 他 專注力會再 更多一點點 在你的身上 在我們的課程身上 所以呢 這個 也很適合 因為今天是倒數了 有沒有 今天已經倒數 第二天了嘛 再來就要過年了 你就可以按下去 那 他這個呢 你要 設定時間 他有快速鍵 當然你用這樣點 也可以 可是呢 其實他有一個很不錯的 就是直接用 上下左右 有沒有 我就可以 直接做啦 那 就可以直接 增加 而且呢 如果倒數 假設我倒數30秒好了 他會產生一個 專屬的網址 有沒有 這個網址 我把它複製起來 所有人進來的 都是一起倒數 這樣有沒有了解 我先做一個好的 來來來來 我做一個那個倒數 兩分鐘的 倒數兩分鐘的 好按下去了 來我把這個網址 貼到我們的白板 老師呢 你可以一起進來看 好不好 你進到這邊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我們白板在哪裏 撿爆地獄 還給你 您進來看看 您進來看看 看有沒有跟我一起在鬥倒數 現在1分40 40秒了 有沒有 老師進到簡報地獄 可以打開我們那個白板 有沒有找到 簡報的地獄 檢報在哪裡呢 在這邊 在 很遠的地方 我看一下在這裡 如果老師您的簡報 我看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找到我們簡報地獄 biv.roi 今天的日期 哪一橫01 已經有老師進來我有看到的 兩位老師進來 三位老師進來 你把那個網址打開 你就直接點那個 那個縮圖 就會進去了 現在有沒有跟我一樣一起倒數到44秒了 有嗎 如果你在我們剛剛的 互動白板上面把那個網址打開的話 有看到嗎 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倒數30秒了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 可不可以玩一些遊戲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我們 等一下呢 課程就要結束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剩下最後15秒喔 來問一下老師有沒有 老師對我們今天上課內容有問題的 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的 誒 因為準備倒數了 2 1 好 今天 下課啦 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